如何打开 HP DeskJet 2700 和 DeskJet Plus 4100 印表机系列的包装并进行设定。 开启包装盒,取出文件。 如果您的印表机随附有印表机电源线和 USB 电缆,请将其取出。 取出黑色和三色设定墨水夹。 这些墨水夹设计用于初始化印表机,且必须在硬体设定过程中使用。 将包装盒侧放并从中取出印表机。 取下印表机周围的塑胶。 取下印表机背面和底部的蓝色胶带。 如果存在用于固定出纸夹的长胶带,请取下来,然后开启出纸夹。 拉出印表机前端的右侧胶带,以开启墨水夹存取挡门。 拉出左侧胶带,以去除印表机中的纸板束缚。 使用随附的电源线插上印表机电源。 按下电源按钮,开启印表机电源。 托架会移到印表机的中央。 从包装中取出黑色墨水夹。 握住墨水夹的两侧并拉动固定片,以撕下塑胶并避免触碰接点或墨水喷嘴。 将墨水夹推入正确的插槽中,直到卡入定位为止。 重复这些步骤以安装三色设定墨水夹。 关闭墨水夹存取挡门。 提起静纸夹,并将其上提至其锁定位置。 将纸张宽度导板滑到最外侧的位置。 将一叠普通白纸放入静纸夹。 将纸张宽度导板向内推,直到碰到整叠纸张边缘为止。 在电脑或行动装置上,安装印表机,并列印三项列印工作后,随即列印校正页。 建议您完成校正程序,以获得最佳品质的列印结果。 提起扫描器盖板。 从除纸夹取出校正页,然后依照指示将其列印面朝下。 放置于扫描器玻璃板上。 放下扫描器盖板,然后按下。 开始影印彩色按钮。 扫描校正页。 当印表机处于闲置状态,且不再发出声音时,就续指示灯会亮起。 校正程序已经完成。 完成硬体设定后,即可安装软体。 在您的电脑或行动装置上,前往123.hp.com以安装HPSmart,然后将您的印表机新增至该应用程式。 新增后,您即可使用HP DeskJet 2700或DeskJet Plus 4100系列印表机,开始列印和扫描。 按一下YouTube上的播放清单,索引标签,可找到其他语言的HP视讯,然后搜寻我们的频道以找到官方HP支援视讯。 字幕志愿者 表面向 cashored 感谢观看